本來就很累 而且也不需要被這種東西制約住跟綁住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沒關係 我就是盡全力 而且我不只是為了我自己盡全力 我要為了對這張專輯 就是付出很多心血的工作人員企劃 每一個角色每一個細節的人 都為了我這張專輯很用心 那我覺得他們這份愛跟努力 是值得我好好宣傳這張專輯的 而且還有一點 我也是太愛講 就是說我現在這個人 我現在的主打跟訴求 就是不被數字制約 我家裡已經沒有體重劑了 這是真的嗎 真的 不可能 每個人家裡 尤其女孩子怎麼可能家裡 我搬家之後體重劑直接留在原地 真的 我就搬到新家裡 有一天 留給蓉蓉 現在比較需要在意 妹妹比較需要在意 然後有一天我老公就問我說 我們家真的沒有體重劑 因為她自己想那樣 對啊 老公也許要那樣 我就跟他說 我不被 我不當那種被體重制約的女生 所以我已經不量體重很久了 然後我又不想被數字制約 所以專輯呢 也不需要被數字制約 對 銷售量是一種數字 我們不用這麼在意這個 但是同事還是把銷售量私信給我 好還是 你要了解一下 身邊人當然還是會在意啦 對啦 不過你自己的心態 就是把它放得比較放鬆一點 比較放鬆一點 對 對不對 那你應該做到極致啊 對不對 體重機都丟了好不好 那不要被數字制約 你把車子儀表板都遮起來好不好 好 把各種數字好不好 通通遮起來 你這樣子 我今天都沒有攻你喔 他們不是為我來到嗎 你要知道喔 我心裡很清楚 這你的記者為什麼不是為你來 我一開始就想訪問你啦 所有人都 都在拍你走紅地毯 怎麼不是為你來 你太客氣了 你先講完 等一下再攻你 我們確實待會會有兩波的聯防 請大家 請大家多等待一下 這個部分我也很好奇 因為其實昨天那個通告是Selina的idea 也許很多人不清楚這個來種取脈 不如你也講一下 對啦 沒有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說 哇 你這個整個完全被模糊焦點 對不對 但我必須說 我真的被模糊焦點的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覺得 我能夠 因為你的確是因為我才上這個節目 是 所以我是非常感謝 我之前就已經跟你講 我覺得我很榮幸 然後昨天下節目之後 那個小意思有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他也非常謝謝我 因為這對他來講 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我就也是 就回傳我說 我才謝謝你們啊 讓我在2015年的 第一個月就見證到 這麼圓滿的一件事情耶 才第一個禮拜 就這麼有趣啊 你們在人家 對 人生真的很妙 我昨天還有一個很深感觸 就是我覺得 的確人在談戀愛的時候啊 你知道課本都沒有教我們要怎麼談戀愛 也不見得會教 對 講的你也不一定聽 所以今天呢 我覺得你們就是一個最好的教材 你知道嗎 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然後在愛情的時候 你在盲目的時候 的確就會做一些會有點傷害的事情 這是難免的 但是你看 你們兩個現在真的都很棒很好 所以任何在愛情裡面 你知道受挫的人 他都不要想不開 是 對不對 好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這一晚的沉澱之後 你根本沒有講到重點 他 我跟你講 他昨天最高興的 以及他之前說答應這個通告 因為這個通告很複雜嘛 第一個是我要答應嘛 對不對 我要願意 第二個是小S要願意嘛 第三個製作單位也覺得OK 很複雜的一個通告 那都答應之後呢 他就說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我可以在現場 我覺得好爽 他就是抱著一種看好戲的狀態 哈哈 然後進到中天攝影棚 其實他很大氣 他覺得打歌已經不重要 他覺得這個事情圓滿 剛好也符合這次的主題 對 其實更重要 對不對 好 你放心啦 很多APP的私訊 我不會講的啦 哈哈 我六點會PO在臉書 哈哈 沒有啦 其實真的 所以我們就要講到這個圓滿這件事 其實去年底 我們知道專輯叫3.1415 元週六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 我就在想說好不容易 你等了13年出個人專輯 這公司 他們有沒有問過你的旨意 雖然你不在意體重對不對 可是所有東西都是圓的 你看看我們所有的 你看這個設計 對 然後你看看我們的專輯名稱 就是3.1415 然後呢 你看看你很多造型都有圓點 連今天現場贊助的 都是圓形的杯子蛋糕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邊顏色很圓對不對 很多圓 各種圓 不用這樣子 確切的行為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公司跟問過你 你天好 你依姐 他們有這樣 這可 他們不想要造神耶 還是他們有在造圓神是不是 對對對 這也是一種圓圓神 對 我們也正式宣布以後不叫Selina 叫圓琳娜 就圓琳一代來的題目 圓琳娜 為什麼你都不介意 你真的發自內心不介意 他一直在講你的圓 3.1415其實本來主要是一首歌 對 有一首歌它就叫3.1415 然後我必須說 我看到那個詞的時候 真的覺得 就是有一點點不開心 因為他副歌的詞就是說 不怕臉像的月亮 然後不在 不在乎就是腰少了一點弧度體重 多點刻度 你知道 就是我會覺得說 我真的是這樣 沒錯 但你們真的要寫在歌詞裡面 這樣好嗎 對 這歌應該這樣成天賦真唱就算了 就是還要你來唱 你們真的如果唱那個歌也是給姊妹啊 還是 就是瓜號給Selina 就 但是後來我覺得他的詞還是寫得很棒 就是 就算臉像的月亮沒有關係 但只要我能夠照亮朋友的心房 漂亮 那就算我體重多了一點刻度 腰也就是少了一點弧度 但沒關係 我的一顆心濃鮮合度 哇 太會 我覺得寫得很好 寫得其實比我本人我覺得還要更好 是 但是 也覺得如果我可以這樣自餘 然後 觀眾就可以被我 就是我自餘可以餘人 我覺得也很棒 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現在 的確對我而言 我對很多事情都看得非常的開 是 就是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活著 我們只要心裡面是覺得很滿足很快樂的 我覺得這樣是最重要 所以就很夠了 對對對 所以就覺得那這個 這個這樣子出發點也可以讓大家更認識現在的我 然後我希望也可以影響很多人 所以我以前也不是這樣的人 但是我現在這樣我覺得我很自在很滿足又快樂 太棒了 所以這張專輯呢 結合了九大金曲的音樂人 再加上無數的很優秀的 包括蕭黃錫老師 陳真川老師等等 大家都貢獻他們的作品 還有陳孫華老師的造型 那麼蘇毅良大師的攝影 再加上發音曲中的這個設計 我們也看到這個照片呢 可以說是這次設計師 這一年來最開心的case 這一年多以來 唯一一張不用修圖的一個偷面 腿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沒有 還是有小修啦 你拜託你都沒有看人家 人家都是修成V 尖V臉 你這就是該圓就圓 但我的確是有交代公司 是不是 我說現在因為修圖軟體 大家都 每個人都可以修 我說可是我是會出來跟大家見面 MV呢 不能太施政 太誇張 太誇張了 MV他整個常常的一次 然後一出現 他整個又扁又圓 對不對 這樣不行 所以 你在暗示哪一位歌手 可以給這個名字嗎 要名獎嗎 大概有五個 你要講幾個 他說是 我們不要小孩 我的意思是說 像我的MV 還有我的這些片片照片 我都是跟他們強調說 盡量就是維持